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班分成以男生小帅和女生小丽为首的两大阵营 他们互相不服 明争暗斗 搞得班里乌烟瘴气 并且他们已经成功弃走了39位班主任 没人愿意接受这个令人头疼的班级 直到有一天 十八班收到了一封来自未来的信 信息上说 即将调来的班主任水哥会改变十八班 成为对他们非常重要的人 并且希望他们能够帮忙完成三件事 可以弥补他们之前的遗憾 同学们则认为 这是水哥的小计谋 根本没人在意 反而 两大阵营开始PK 谁先赶走水哥 谁就赢 水哥因为拒绝 给成绩最好的班级补课 从而被处罚到了十八班 担任班主任 为了水哥的人身安全 校长还特意给他买了份保险 上课第一天 同学们就给水哥一个意外的惊喜 他们故意将点燃的烟头放在他的办公桌上 导致办公室差点发生火灾 这天 水哥正在开导曾经的优秀学生 正巧被小帅纪人看见 他们悄悄把水哥的钱包藏了起来 并且 发现里面有一张水哥和一个女孩的照片 于是 心生一己 纪人把照片打印了出来 四处寻传水哥 有作风的问题 这边 小帅纪人还在窃喜 水哥肯定在学校混不下去了 没想到 照片的女孩出现了 她竟是水哥的女儿 小白 搞了这么大的乌龙 纪人很是羞愧 在用灌肠的感化 教育过 只是换来奚落与嘲讽后 40岁的水哥 开始学着玩直播 打游戏 心意满满地想让学生们接纳她 同学们也发现 班里发生的种种事情 居然和信里说得一模一样 而且最后因为水哥的死去 他们一个个都会成为失败者 小帅和小美不甘心会是这样的结果 于是18班的同学们团结在一起 想要打破这个预言 首先要拿到文明班级的流动奖杯 在经历种种的困难之后 最终终于如烟 水哥也由衷替他们开心 班上有两个同学早恋私奔 为了不让同学们遭到处分 水哥主动帮他们化解危机 重点半的小胖看上了小丽 但是被小丽羞辱了一顿 于是心生怨恨 决定报复小丽 他公开了小丽隐藏许久的秘密 原来小丽的妈妈是某明星的小三 而小丽也是见不得光的私生女 这是小丽内心不敢碰触的秘密 而这件事公布于众 让小丽不得不面对这些现实 他变得异常自卑 在回家的路上 小丽遇到了前来挑衅的小胖 小胖找了一堆流氓欺负小丽 正当小丽绝望接受现实时 小帅带着十八班的学生赶来 一帮人撕打起来 这件事也闹到了警局 可是校方颠倒黑白 把一切的责任都归于十八班 并对十八班做出了停课的处分 这时水哥站了出来 说道我的学生是为了保护同学 才被迫发生的冲突 虽然他们成绩不好 但是他们诚实勇敢 对朋友真诚 他们以后会成为很出色的大人 这样的水哥 让这帮不羁的少年心中 那束冥顽的灵脚开始柔软起来 他们集体向水哥鞠躬 表达内心的感激 这一次他们决心做出改变 他们努力学习 期末成绩不再倒数 结果被匿名举报作弊 因为个别学生的最后一题 答案都一样 所以学校给予十八班成绩作废的处分 还是没能改变的同学很少脑 结果争执中误伤了同学 水哥大怒 于是跟预言的一样 引咎辞职 十八班又回到了当初的样子 后来得知水哥因为癌症 要做手术时 他们疯了班赶到医院 但是癌细胞已经大量的扩散 水哥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为了不辜负水哥的期望 为了实现一段没有遗憾的青春 同学们一个个重新振作起来 他们一点点的改变着自己 想要证明自己是值得老师 所骄傲的 毕业那天 水哥来了 他为每一位学生颁发了毕业证书 但最终身患癌症的水哥还是走了 可是他在学生心中 种下的善良的种子 却永远不会死去 他以自己的人格魅力 拯救了这群被学校抛弃的孩子们 虽然他离开了 但是他永远活在孩子们的心中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再见十八班》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3 老坦 我爱你 2017年7月1日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老坦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ĂREI